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五安,我们请一起起立 我们用心灵诚实去宣读神的话语 我们用一个虔诚的心来看待圣经每一句说话 请大家一起朗读我们今天的宣诏经文 是诗篇103篇三四节 让我们是谨记神的话语,无论我们语到什么 但是神的应许是胜过一切 我们一起朗读103篇第三节 一二三 他赦免你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人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我们再读一次神的应许 一二三 他赦免你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人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我们请大家继续站立 一起低头向神祷告 我们在天全能圣天父上帝 父下,我们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带领保守 父下,你不单只选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 父下,你更加给我们有机会去侍奉你 父下,你是在天上至高者 你是至性者 你说有就有 你说是就是是 父下,你原本根本不需要我这帮卑微的人去侍奉 但是你却次下,你只要猜派任何电视 都可以完成你的工作 父下,但是何其荣幸 你却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伟大的圣功中有份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侍奉 是好得无比的福气 父下,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父下,我们更加感谢你 不单只以我们同工 更以我们同行 每日在你的照顾下 我们也有你无常的祝福赐给我们 无论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人 都得无你的祝福 父下,我们愿意将这个福气传扬出去 以至更多人认识你 以至你的实价,你的旧属 能够高举,以至得到无常的荣耀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份福气 来作为你的工具 福下,我们今天回到你的殿里面 向你苦福敬拜你 因为你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唯一真实 厌赴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面前的路 也保守每一个教会 无论是任何地方 只要奉你的名 来聚集的 求扶你都继续保守带领 福下,我们今天的聚会 乃是要将荣耀归给你 我们今天的聚会 乃是苦福在你面前 我们今天的聚会 乃是要歌颂赞美你 因为你是值得荣耀的神 我们今堂的聚会 更加厉仗中 也都求扶你继续保守 每一个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 在侍奉当中 得到更多的力量 来向前行 我们将有软弱的弟兄姊妹 无论是心灵上 肉体上 求扶你都继续带领保守医治 我们更加将我们的周全道 加厉仗中 愿扶你带领她每一步 但愿她所说她所做的都得蒙喜悦 土利喜悦 以致她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器皿 我们将今天完全的交托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门请坐 我们继续是要赞美的时间 用我们开口来去赞美神 美神的灰色 神爱世人 甚至将谷子的独身指指给他 屈指甲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犯得永生 神差主耶稣降世 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也叫世人得救 信他的人 不备定罪 不信的人 已经 罪已经定了 所有的功劳和所有的赞美 都当归于那刺下各种 未善恩赐的神 让我们一起开口 同心将荣耀归主 荣耀归于真神 他声就大事 为爱谁恩心 自知客博上知 天上他身免为恩宿 谁受害 命生满意大海 人人可尽来 赞你主 赞你主 穿你停住声音 赞你主 赞你主 万民快乐欢迎 静来 静止耶稣 尽一福家中 为妙归主 大义 成就大事 请不吝点赞 静止耶稣 套路还 静止耶稣 祝福家中 救世儿的善为恩宿 尽一福家中 不赞 静止耶稣 跟耶稣的善为恩宿 尽一福家中 也不赞 静止耶稣的幸福家中 千亿平主信仰 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快乐伴恩 情来静传耶稣 尽一福家中 荣妖归主 大义成就大师公 赞美主 赞美主 千亿平主信仰 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快乐伴恩 情来静传耶稣 尽一福家中 荣妖归主 大义成就大师公 感谢神 请坐 荣妖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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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辞联帒主 中文字幕志愿 无从解释不可算名的爱 千秋过某年长寸不留 谁人受痛苦被缘挂在木头 至高的爱重见依持绝的手 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 始终不死定爱到万世不忧 为我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尽献衣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在没所求 为我得主称赞已足够 尝听说世界外没长久 哪里有爱无尽头 尝尝地爱自在附近拥有 一刻灿烂便要走 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共度了你已无必求 无从解释不破算人的爱 千秋过后仍长寸不留 谁人受痛苦被缘挂在木头 至高的爱尽见已持续的手 贪血在流反忧外活逃流 至终不死命外到万世不忧 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尽劝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在没所求 为妄得主正赞已足够 我已决定今生在没所求 为妄得主正赞已足够 阿伯拉罕恩信到英海之地迦南 贫信将儿子以撒献上 被称信心之父 雅各恩着信 找着神人要得祝福 倚靠上帝由神管理 摩西恩着信 令以色列人春埃及过红海 潮浪分开如走干地 但以利恩着信 不愧拜侍奉金像 被扔入狮子坑内 未曾受伤 Yoshua恩信 围绕耶利哥城城墙倒塌 城被攻破 以色列恩着信 以色列 知道以色列人必会归回祖国 住在耶路撒冷 有圣灵的贫据 恩信 我们的罪得赦免 有永生的盼望 弟兄姊妹 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中 我们用诗歌 献荣耀与神 福音 guerre muchos 座住天使 年度祝福 换了明智 奔信 他行跟红海 恩迅 年朝浪也分开 奔信 仅有人被冠 衣食指黑暗 仍敬拜上帝 发誓致死不果 在梦天下决心 毁腰在善恶 奔信 放声抚行善 长遍到他怕来 悠悠善 只未老他放上 在心里静光 仍确信 上帝 永远会回来 奔信 浪败脚行归 恩迅 同情着要应去 奔信 能够发练在世间指示击佩 千金 美加乡就回来 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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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厌 恩迅 众讯传言放上培志 本身怀有人全力找着天使 赢到祝福 换了命迹 本身怕眼睛红海 人信念照浪也分开 本身仍有人被困 依侍指寒暗 毕竟拜上帝 法神致死不改 在目天他决心 为妖在城外 本身放声哭喊 全场面都踏踏来 若有先知被老他放上 在心里灵盖 仍得信上帝 永药会回来 不信 我们怀着横距 恩信 同尋着妙认去 奉信 能够发现在世间知事奇距 千金你家乡就好回来 感谢神请大家坐 多谢敬拜小组给我们浅美好个声 让我们时时提醒我们 神的榮耀是歸比真實 讓我們明白當我們走走這條路是不簡單 是因為我們要憑自信繼續走我們面前的路 在過往的日子裡 我想大家聽到很多不同的傳聞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是怎樣能夠憑信去過這個日子呢 請問大座上各位弟兄姊妹 有沒有任何的分享見證 讓我們的分享見證更加能夠榮辰億人 多謝弟兄姊妹鼓勵 多謝牧師 昨上個禮拜我記得牧師叫我們分享 我們為甚麼來這個 我下一點 OK 看不到我的樣子 分享我們為甚麼來這個家樂山教會 我也答應今天分享 感謝神 我為甚麼來呢 要從四年前開始 很長的 四年說了幾個小時都不夠我講 但是神的恩典是講之不盡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也都今天分享主耶穌的愛 信實 以及祂的恩典 是怎樣帶我來這間教會 從四年前 當我們要找屋的時候 會預備搬屋的時候 我們就向上低 買屋的過程是非常之奇妙 遲些是另外一個見證分享 首先分享 我們想打線過來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在哪裡 其實是很長度的 最後一刻 神就給了在Chino這間屋 給我們唱話短說 我覺得 哇 神你既然帶我過來 是不是都想我們 這個屬於Sanbarnino County 不是吃到L.A. County 神你是不是又很想我們轉教會呢 這個是我們自己和Thomas 在祈禱中都是向神祈求 但是神一直都沒有出聲 也都沒有任何一件事給我們看到 但是我們舊教會的特定姊妹都會問 你們是不是搬了 這麼遠 你們會不會打算離開我們 Sanbarnino County 我說沒有 神沒有叫我們走 我仍然在這裡 直至到去年 可以說 去年我們差不多祈禱 我差不多每次有一個信心 就覺得神會帶我們去改變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不斷祈求 但是我覺得神 很多時候我們成一球 都不看到神有什麼回應 等候是一個很長的功課 信心和等候是一個 給我們很多的學習 但很多時候我們想回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在等著神 怎樣為我們鋪路 其實扔算現在想回 其實是神在等著我們 什麼時候準備好 我準備好嗎 Tomas準備好嗎 是兩個人一起配合 因為還有侍奉在我們的舊教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走 去年九月 Tomas的主藥學 就剛剛完結了一個課程 他們所負責的 神是很奇妙 很多時候我們說 等候很辛苦 其實神是等候幾時 我們真的很堅困 是要出去 神說 如果你準備好 我就讓你開路 這個是後期我們再看回 神是這麼奇妙 我就想回羽塞亞書 四十章三十一節 神說 但那等候我的 必從身得力 好像鷹那樣展示上等 奔跑一匹屁卷 行就一匹屁佛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真 如果我們還沒準備好 神讓我出去 你說我們會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到去年九月 我看到Tomas很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又再次向神奇 慕容忠於一個WhatsApp 我找了很多次 Tomas也找了很多次 都沒有這間教會出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找來找來找去 都在Anaham 粵語堂 國語堂很多 Tomas等不到 他說 國語都可以 我也可以 我說你的國語講誰懂得聽 我說 你說國語不懂聽 怎麼去 我說這樣 當然不行 我不斷地說 要等 中施 差不多九月中 我們中施都看到 第一個好姊妹Esta 接了我們的電話 這個給我很多個… 怎麼說 很感恩 就是第一次來到教會 Esta是第一個人出來 接我們 很準時的 一分鐘 未夠 可能未夠一分鐘 她就站在門口 我又不認識她 她又不認識我 她就說 你是否是Tomas和Lorraine 她就給我一個很溫暖的 這件事 我要向神感恩 所以我看到這件事 我還沒走進教會 當我走進來的時候 我說 神啊 如果你真是… 我首先向神求 兩至三個印證我自己 我說 如果真是的話 你一定要讓我有 peace and joy 然後我在這裡 我第一次進來 哇 原來這麼少人 我就在這裡 但是我很欣賞你們的唱詩 那天我戴著口罩進來 唱到一半 我就脫了口罩 就很大聲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我的聲音 可能半場人都聽到我的聲音 我很享受 而且我很喜樂 而且很平衡 我第一次感受到 真的正式在唱同神 即是一起唱歌 那種是第一個見證 第二個 那天六一日聚演會 我回家 Thomas就告訴她 她說這個教會不錯 很少人 你有沒有機會去看看阿飛 她不知道為什麼 誰不說她說阿飛 我的同事 她知道我跟她在傳福音 帶著她信 她說 你不如你叫阿飛看 有沒有機會過來 我告訴她 今天阿飛沒有在 我也告訴她 阿飛從來不叫我 通常都叫我很多 那天早上 星期一 星期日我在這裡聚會 星期一回家 八點多 早上去叫你 她說阿飛 阿飛 不是 神你這麼快 我剛剛還沒想到 她叫她 她就叫我 這是第二個見證 她叫我 既然我邀請她 她說要來 這件事 都是神給我第二個見證 第三個 進來 不好意思 牧師 聽牧師的廣東音 好像有些少許潮州音 我很大膽 第一天我就去問牧師 Thomas你這麼大膽 你怎麼說牧師 不是廣東人 可能是延牧師說得不正 我說不是 我是很喜歡 我說很久都沒聽到有潮州人的牧師 因為以前我帶我爸媽去信 那時候 我很想找一間潮州教會 一個潮州牧師和我爸媽傳福音 但我找不到 後來就有我們的黃牧師 黃若明 她也帶了一個姊妹去廣潮 就幫我媽媽傳了福音 我媽媽也信了 我很感恩 那這次見到牧師 很重的潮州 我說不知是否 我問 他說是 我說好 第二個人 我就上去 我和我大哥傳福音 那牧師真的很答應 這是第三個認證 就是不斷 神給我很短的時間 給我很大的安慰 進來我見到這個神 你讓我走回二十幾年前 我來我的丹麟巴教會 就是二十幾人開始來見堂 現在又再回來 你說多麼奇妙 我不知道為什麼神老帶我這樣 就是感覺到一個大家庭 這個是三點 一點半到三點 我覺得三點之後 有佩英姐 Esta 預備了很多豐富的食物 這個是一個家庭 好像一個宴會 感覺到我很溫暖 不只是吃東西 只是大家有團契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恩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恩 我就求他印證 Tomas就求Bible Base 一會兒留在那段去講 最後 今年是三個一年開始 都送給大家一段經文 我很喜歡 詩篇一章一至三節 其實一至八節 我都背熟了 但一至三節 我很感恩 就是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挫罪人的座位 不挫罪人的道路 不挫市民人的座位 唯獨喜愛惹惑惑的律法 就夜思想 這人便是有福 他像一棵樹 栽種在溪水旁 安事後結果子 夜思也不敷干 犯他所作的 盡道順利 這個給大家一個很大的鼓勵 就是上個禮拜 Esser都給了我們一桶的口罩 她叫我們去派 星期一是那個Martin Luther King 我就和Tomas派口罩 出門就下大雨 我說我派口罩 你下大雨怎麼辦呢 我說都不相信 來到那個姊妹的門口 就雨停到一滴都沒有 讓我下去 送了我的口罩 又走上車 這個就是 凡我早夜做神所喜悅的事 神就是 按事後結果子 凡我們所作的 盡道順利 這件事我不斷經歷神 我經歷很多 這段經文給我 很大的提醒很多件事 今年我都送給大家 希望匹齒勉勵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首先謝謝牧師 給我和Lorraine 有這個機會 分享神 如何帶領我們來教會 Lorraine的分享是上半部 我是分享下半部 下半部 其實就是我 Longing for 神 的懷疑的印證 當我們知道 有一間教會 為我們預備的時候 我們怎樣呢 我們去等候神 我很堅持 我要等候神自己的懷疑 去印證 究竟我來到這間教會 是否祂想我來的 所以我就一直等候 很奇妙的 就是說在第一次 新聰明的第二次廣道 就是迪神廣道 你們今晚 你們的名字也有份 我知道 就是我分享的時候 迪神的廣道 就是在創世紀的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說什麼呢 就是獻以撒 阿伯拉罕獻以撒的時候 特別在兩節裡觸碰到我的 就是迪神很強烈的 第五節他說 阿伯拉罕對他的仆人說 你們我路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那裡去 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那裡來 這個是對他的仆人說 八節 阿伯拉罕說 我而 當然是以撒 神必自己預備 作凡制的羊膏 於是往前行 與人同行往前 這裡就說到 神如何去帶領 為阿伯拉罕預備 我覺得很奇怪 當我來到這間教會的時候 是不是神在預備我們來這間教會呢 為什麼阿伯拉罕有信心 能夠去等候到神呢 神很奇妙 我覺得神也很幽默 祂給了一個結果 就是他預備了一些東西 但是預備的時候 你要回去想想 阿伯拉罕是怎麼開始的 這樣 我很感謝神 就是這個預備的過程裡 被我激到我 我自己 但我說神我不夠 我要看第二個印證 你自己的華語印證 感謝主 我來到加勒山教會的時候 他們每天都有傳這些經文出來 有一段是我很難忘的 就是針言第十六章 也是差不多年尾的時候他們讀到的 在裏面讀到這一節 也很興奮我 其實有兩節 第三節它說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 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第三十三節它說 千放在懷裡 定是由耶和華 我們看到這裡很奇妙的 神再一次確認 就是我究竟做過決定的時候 在哪裡呢 那個決定原來不是由我們自己的 是由神自己去決定的 問題是 有沒有去信服 就好像剛才我說的阿伯拉罕 有沒有信服於神去做這些事情 而在結尾呢 我是上網看到另一個網站 他這樣說的 他說你是不是有一個重大的決定呢 如果是呢 你用信心和加上感動 跟著呢 神的話語的時候呢 你就跟著去走就可以了 那這樣呢 也都很興奮我自己 就是說 原來神已經給我看到 我作這個決定呢 是基於祂 也基於祂的自己的話語 而最後一個的印證呢 就在我舊教會的 另一個木客座的講言 他分享的 這個呢 也都回到創世紀的 而翻創世紀是十二章第一節 剛才大家聽過最後的歌 是《恩著信》的嗎 其實都講了這個故事 這一節呢 也都很興奮我 就是十二章的第一節 《阿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附加 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去 在這裡呢 差不多我結尾自己的決定了 而中間呢 當我想了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曾經跟黃牧師談過 我說 我現在有一個重要的決定 希望你為我討告 其實這個決定呢 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決定 來到加勒山教會 而當 討告 從吾爾的地方開始 神要祂離開 而且祂說到離開是甚麼呢 本族 本地 本族 附加 反對我的舊教會就是 好似我的本族 本地和附加 但是神說 你要出去 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 所以我覺得神是要 我們一定要做這個的大領 祂的大領就是要我們來到加勒山教會 很感謝神 即是三個聖經的華語都在印證著 我們這個神的方向叫我們要走 也很感謝主 像我太太Lorraine說 我們來到的時候 真的好像剛才最尾的歌詞 她說 憑信能夠發現世間指示寄居 朝更美的家鄉走回去 當然我們的家就是天家 但也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神的家 更美的神的家 我們回來 很感謝主 有機會來分享 要多謝弟兄姐妹 好感謝主 好像今天我們所見證分享都是圍繞恩著信 我都想分享 有時我都很軟弱的時候 今天我早早寧修讀經 就讀到羅馬書 神就藉著這個聖經 他自己的華語就激勵我 給我有力量 因為我們信耶穌基督 神就稱命我們為儀 有新的生命 這個新的生命很重要 是神所賜的 可以和神和好 可以和神有交通有喜樂 因為信耶穌基督才有的 是白白得來的 是白白神賜給我們的 有神的簡選 有神稱為我們為儀 有誰能夠控告我們呢? 有誰能夠使我們以基督的愛隔絕呢? 沒有 如果我們考慮 承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 就可以清義 考慮承認 就可以得救 神藉著這個經文 給我有力量 還有我都勸勉 未信的朋友 就很簡單 信耶穌 心裡相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 就可以清義 考慮承認 就可以得救 我想分享這麼多 謝謝 請問還有沒有哪位要分享? 如果沒有我們請周全道為我們正道 大英姊妹平安 平安 感謝主我們有學的音樂 敬拜隊帶領我們去敬拜 感謝主大英姊妹當中去分享 常常激勵我們 很感動 神在我們生命裡動工 我們就站出來勇氣 公開去見證 主在我們身上作為 我們每天打開聖經一起 有同心祈禱好不好? 我們一起 天空上帝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有生命氣息 健康回來你的殿裡面 去敬拜讚美你 主我們知道 我們能夠大聲地去讚美你 首先是你在我們身上 成就其妙的作為 你讓我們認識到你 使我們能夠歌聲去歌頌讚美你 使我們能夠在生命裡經歷你 從我們生活裡不同的轉變 讓我們跟你相處的時間 有得著 體驗到主你奇妙的大靈 我們就能夠有勇氣地去分享出來 激勵我們眾人的心 主我們 一會兒我們打開聖經的時候 主求你 親自透過聖經跟我們說話 使我們去 看到你在我們身上有什麼提醒 有什麼指引給我們 你的心意是如何 主幫助我們 你的聖靈臨在 開我們的眼睛 主我們有特別的位置 在網上的 或者今天可能因為生病 留在家裡的肢體 我們祷告 主要你醫治他們 你讓他們經歷到從你以來的平安 讓他們能夠快快的康復 快快的再一次回到我們 我們教會一起跟我們去敬拜 讚美你 主要我們祈求你這個苦楚 是知暫知輕的 主要我們快快一起去 在殿裡面 基督裡面互為之體 互相的敬拜 互相的團契 互相的分享 就去述說你的作為 我們感謝主 奉耶穌命志祈求 阿門 等於我們打開聖經 去到新約以復所書 第二章一至十節 以復所書二章一至十節 今天訊息的主題叫 出死入生的信仰 出死入生的信仰 在分享經文之前 首先分享一個出死入生的故事 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概在兩個星期之前 在太平洋一個島國 叫做湯家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海底的火山 很大爆發 專家估計是一千年一遇的規模 很嚴重 我們知道湯家 他經歷了很多很多 沒有斷了聯絡 有很多人不同的財物傷亡等等 但其實昨天看了一篇新聞 有一個弟兄他這樣分享 他的名字叫 Lisela Fulau Lisela Fulau 這個弟兄 其實他是五十七歲 他分享說他自己有少少的傷殘 他的腳走得很慢 行動好像一個BB那麼慢 但他說他面對海嘯來到的時候 大水衝過來 沖走了他自己 但當他越來越遠遠的時候 他在海中心開始越來越遠 因為水會退 來到之後就退 然後他聽到他的義子呼喊他 爸爸爸爸 但是他不敢去回應 因為他怕如果他回應的時候 他的兒子會怎樣 跳下水去救他 他就不想兒子為他犧牲 後來他抓住了在海上漂浮的物件 漂浮了足足二十八個小時 中間他說他有船經過 他嘗試揮動一條毛巾 但他的船看不到 最後他決定在海中心都不行的時候 他要用他的力量 但記住他的行動不方便 但他依然有些力氣 希望游到上岸 漂浮了二十八小時 最後在一個晚上十點鐘的時間 他游回上岸 然後他就出來分享 他說在海上最無助的時候 最無助的時候 看不到盼望的時候 有兩件事令他堅持 第一是信仰 第二是他心目中記掛的家人 後來我當然很小心去看看 他會分享哪個信仰 他講到他教會的生活 我相信他是個基督徒 他講到神怎樣去保護他幫助他 我看完這個經歷之後 他很有勇氣很特別的分享 我在想為什麼他有這樣的信心 他或者他 我相信信心不是一點一滴 我們以前可能 剛才Thomas跟我們分享 阿伯拉康的信心不是一點一滴 不是一時隔三刻就有了 一點一滴很多經歷累積回來 我在想 這位弟兄過往的信仰裡面 經歷了什麼 令到他有今天的信心 或者是有什麼驅使到他很清楚明白 原來這個信仰是真正幫助到他的呢 或者是會不會是他自己很確信 他自己的救恩是很確實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神是會一定看顧保守他的呢 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去進入今年的經文 今年的經文在以弗所書 二張一字十字 在這裡保羅提醒以弗所的信徒 他們經歷了救恩的四個方面 他們已經經歷了救恩的四個方面 然後呢 鼓勵他們 教導他們 激勵他們 勉勵他們 要去在這些經歷之後 他們要回應上帝 以至到今天我們看的時候 也都鼓勵我們 等於每當我們經歷了這麼偉大的救恩之後 我們都要準備好自己去見證上帝 因為我們和《打開聖經》 我們一起讀出《以弗所書》 我們一次過讀出二張一字到十字 十字經文 好嗎 我們預備起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翼之子 心中混行的邪靈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方中欲體的私欲 隨著欲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然而神既然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思的恩事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也在恩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十字經文我們會看四個方面 在第一至第三方面 我們會看第一方面 我們都曾經是罪人 然後四節七節我們會看 我們都被神重生 八節九節第三方面我們會看 我們都已獲得救恩 我們都已經獲得救恩 最後第十節我們會看 我們都是神的工作 我們都曾經是罪人 我們都被神重生 我們都已經獲得救恩 我們都是神的工作 在過往日子裡 我們看過二筆所書 一開始寶羅寫了很美麗 三一的重贊 三一神的救贖 講到在創世之前 神已經揀書我們 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 又叫我們得聖靈的印記 一章一至十四節 然後我們上一次看到一章一十五至二十二節 講到寶羅很欣賞他們兩方面 信心和愛心 然後他為他們祈禱 祈求他們 神會開他們心中的眼睛 看到神極大的恩典是什麼 然後在二章一至十節這裡 他特別去提醒他們 再一次跟他們說 以忽所信徒 共同一起經歷過 那個救恩是什麼 然後我們去想 為什麼寶羅要在這裡 特別去提到福音的信息呢 我們讀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 這個信息其實是說 耶穌基督的救恩 為什麼會特別提到出來呢 因為你想真點 耶穌所信徒他們不是已經是基督徒了嗎 是吧 他們已經是基督徒了 寶羅在司徒行轉裡面 有幾年時間在耶穌所 三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 不單單是主日 他可能在日常裡面 都有教導他們的時間 寶羅不是親自跟他們傳福音的嗎 寶羅已經不是牧養了他們三年 為什麼還要講一次福音 有一次在神學院裡面 有個教授去分享就說 如果作為一個傳道牧者 在港台上面的教導 或者在平時查經、註日學等等的教導裡面 會不會是因為聚會裡面的都是基督徒 所以就不需要再分享福音呢 這個問題我想 我們在私校討論了很久 但我們有時候都會問 今天基督徒為什麼仍然要聽到福音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去問 今天的基督徒 是不是需要再聽到福音 我相信答案是需要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一些 他們說他們自己是基督徒的分享 但是他們說的是什麼呢 基督的信仰如何幫助他們的需要 幫助他們的事業 幫助他們的收入 幫助他們的聖情 幫助他們的祭遇 幫助他們的成功 甚至乎是這樣的 信耶穌他們說會比較幸福 福音是在幫助他們 在建立他們 你聽到那個福音好像不是那個福音 那個福音好像是在幫助他們自己多些 關乎自己利益的 但是我們就要問 這是不是聖經的教導 但是昔日我想說 保羅都同樣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教會裡面經常有什麼 假教師 假的先知 進入到教會裡面 披著羊皮 披著羊皮 都是狼 披著羊皮的狼 sorry 披著羊皮的狼 去傳別的福音 要在中間裡老走一些人 我們現在有沒有面對這些情境 都有的 是不是 很多人透過不同的渠道 說他們自己是基督徒 說他們自己是傳導人 但是他們所傳的福音 不是純正的福音 他們所教的教義是歪來來的 或者用很多方法 很多義端 或者基督徒大進入教會裡面 去作他們的事 千方百計 不同的渠道都進入到教會裡面 甚至乎我們講過啟示六義章裡面 義復所教會先過了三十年 起初的愛心是什麼 離棄在 信仰都改變了 甚至乎中間裡面 教會歷史裡面 很多大目者在中間的 保羅提摩泰 使徒約翰都做過他們的目者 但是依然他們的信仰可以是 離棄了起初的愛心 我們有句話說什麼 學好要多久啊 三年 學話要幾日啊 三日 所以呢 保羅說 就算你學了三年也好 真的很短時間可以偏離的時候 藉著這段說話 去提醒福音是什麼 同樣我相信對今天的我們 都是很大的提醒 因為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福音就會變成一些什麼 利益 變成一些幫助自己的工具 但是我們就可以放棄了福音真正的意義 第一方面我們去看一節三節 我們都曾經是罪人 我們都曾經是罪人 保羅在二章一節裡面這樣說 他說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來 這句經文呢 有一點點地方要留意 就是後半部分 他叫你們活過來 這七個中文字 在原文裡面是沒有的 如果你手上 你用電話 或者你有看過其他譯本也好 所有的現代中文譯本 都沒有這個字 甚至乎所有英文譯本都沒有這句 除了King James Version 有這一句 因為這個是和合本 當時在一百年前翻譯的時候 他參考了King James Version 但是如果你有些和合本 可能你手上的聖經 是把這個字打斜了 或者underlie了 這個是在表示原文是沒有的 因為如果你看其他的版本 譬如和合本修訂版 或者甚至乎和合本的2010年版本 都是沒有這一句的了 所以等於每月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不妨可以參考一下不同的版本 中文譯本 對我們有益的 或者我們看英文的譯本怎麼說 有時候我知道查經的時候 牧師會邀請Essa 去讀一些英文譯文給我們聽 多個角度去瞭解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這三字裡面的意思 保羅是很強調 很一致地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 就是這一句 你們死在 不是說現在 是你們曾經死在過犯和罪惡裡面 你們以前是這樣 這個說的事實就是 這個事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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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基督徒在未成為基督徒之前 的狀態是什麼 曾經死 屬靈 這個是說屬靈上的死亡 因為屬靈的死亡 屬靈上的死亡 屬靈上的死亡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人因為罪的緣故 和神隔離了 這是人的本質 死亡跟我們說 過犯的意思 過犯的原意 過犯的原意 意思是說跌倒的意思 倒下來 它是違反了很多道德的標準 行差答錯 錯的方向 這就是過犯的意義 然後 罪惡呢 罪惡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那個不中目標的意思 錯失了那個要中的目標 這就是說 人的本質就是這樣 人所做的事 不可能中到目標 人的本質被神宣告為有罪 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跟我們說 因為世人都什麼 犯了罪 犯了罪不單止它還要什麼 規決了神的榮耀 人因為犯罪 沒有中到目標 沒有彰顯到神創造人的榮耀 或者神創造世界的榮耀 就是規決了神的榮耀 沒有例外的 一個二人都沒有 沒有一個可以做到神的標準 沒有一個可以完成到 創造人的目的 因為人必然犯錯 因為人必然犯罪的事實 他們原本是被神宣判為有罪 人有時候可以這樣的 人可以眼角高 假裝看不見 或者不覺得自己是這樣的 但是假裝看不見 不覺得不代表他們不是這樣的 改變不了人有罪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剛才去問這個問題 引領我們去思想 我們說今天基督豪為何仍然需要 為何仍然要聽到福音 是因為我們要記得這個事實 我們曾經死在過範和罪外面 然後第二和第三節跟我們說 為何要繼續聽福音 因為有一樣東西是 人仍然受到這個世界的影響 二三節就是形容著 人在這個地上仍然受兩方面的影響 第一環境 第二節的經文裏面說 哪時你們在其中的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這個是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裏面 這個風俗是誰 誰說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佩席之子 心中運行的斜令 說的是世界的標準 這個風俗是說世界的標準 世界的思想價值 世人的行事 他們的生活態度 風俗是說當時的文化 對於真理的定義 是容許文化去決定 容許人去決定說 誰在說真理 他說的就是不是真理 用輿論去決定什麼是真理 風俗就是要文化去決定對與錯 因為人 如果我們在這個現代來講 或者我們有時跟我們的下一代去分享的時候 他們會接觸很多問題的 他們會問什麼是真理 有沒有真理 為什麼要相信真理 真理和我何干 和我關什麼事 他們會問的 因為他們覺得沒有真理 沒有絕對的真理 就算有也好 和我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個文化 影響他們的價值和思想 先跟你說這個風俗 這個文化 由掌管世界的空中掌權者魔鬼去控制 魔鬼的手段是控制環境 讓人只能看到罪 讓人只喜歡罪 所以如果我們上次看過第一章 在《以法所書》一章十七至十八字裡面說 保羅的祈禱是什麼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上級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證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因子 有何等指望 他在聖途中得到基業 何等封城的榮耀 保羅奇都說 你在這些風俗 在文化裡面 開啟心中的眼睛 要有聖靈的幫助 去看到原來人 他的處境 他在這個世界的真相是什麼 還不重要 弟兄姊妹 如果沒有聖經的良光 沒有真理去進入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平時的 是靠什麼去判斷 我們接收的資訊 是不是 然後我們經常都有句說話 特別在美國裡面就說 這個媒體裡面 每個媒體都在說謊 是不是 沒有了聖靈 沒有了聖靈的幫助 我們怎麼看到人自身的真相 是怎樣 環境 第二方面 內心 聖經跟我們說 人以前的時候 信徒以前的時候 是隨著肉體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這個是第三節說的 我們從前在那些中間 隨著肉體 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人在未認識神之前 就是在罪人中間 反叛的 不喜歡真理的 不喜歡正確的事 自己按著自己的標準去看 去行事 自己就是神 結果神怎麼看這些人 四個字 所有人都成為了什麼 可怒之子 第三節 可怒之子 就是說神公義審判的對象 他們要預備接受神的憤怒 這就是人 這是信徒 曾經是這樣的狀態 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七節跟我們說 神是一個怎樣的神 他萬不宜什麼 有罪為無罪 必追討他的罪 但我們就會問 神不是愛嗎 神是愛 神不是慈愛的嗎 因為在埃及記三十四章七節之前 很重要 六至七節跟我們說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 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發怒 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存留慈愛 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我們看到神一方面是公義 萬不宜又罪為無罪 一方面神都是慈愛的 然後保羅引進一個問題 就是要藉著基督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看過第一至第三節 我們都曾經是罪人 第二方面四至七節 我們都被神重生了 這四節經文 第四至第七節 保羅從基督徒從前的光景 他轉過來 講現在的狀態 第四節一開始 他講到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我們將我們的目光放在憐憫這兩個字 憐憫裡面 在舊約裡面是慈愛的意思 慈愛 我們之前去分享過 慈愛是什麼 神在同人立的中間裡面 那份信實的愛 人會失敗 但是神仍然愛 人會犯罪 但是神仍然堅持的愛 那份信實的愛 它是不會變的愛 那種追趕人的愛 這個憐憫 在說那個慈愛 是追趕人的憐憫 很強烈的 很強烈的 但是然後經文就跟我們解答 怎樣去彰顯神的慈愛和憐憫 神經跟我們說 就是藉著透過愛我們的大愛 連他的憐憫 連他的憐憫 藉著透過愛去彰顯 所以有人會問 怎樣才能看到神的憐憫 怎樣才能看到神的愛 答案就是透過基督 道成肉身的愛和他的犧牲 羅馬書五章八節裡面說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神的愛就在基督裡面顯明出來 所以他做了一對比寶羅 第一節他就說我們都是死的 我們曾經都是死的 第五節就說我們死在過飯的時候 神怎樣呢 叫我們和基督一同活過來 活的意思就是和基督相連起來的意思 從前罪人是死亡的 現在是一同和基督活過來 這個動詞在聖經裡面出現了兩次 兩次都是保羅所用 兩次都是說基督徒的生命 是和基督聯合過來 所以基督徒得到屬靈生命裡面的重生 從前他們是死亡的 和神分開的 但是現在和基督一起的時候 他和基督的生命 分享到基督的生命 是和基督不能夠分開的 問問在在大英姊妹 大英姊妹 有沒有人已經接受了洗禮的 大家都受浸了嗎 如果沒有的話快點和牧師去談 但是我們記得 受浸之前一定要做些事情 是要什麼 浸禮班是不是 洗禮班 我們學到什麼叫受洗的意義 三個同的 和基督是什麼 同死 同埋葬 同 最重要後面 同復活 歌和西書二章十二十三 他跟我們講這個真理 他說 保羅說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 一同活過來的意思 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 然後當信徒在同死和埋葬的時候 和基督一起這樣去經歷 然後在復活裡面和基督聯合的時候 一同的活過來 十三節裡面 歌和西書二章十三節跟我們講 你們從前再過犯 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 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所以洗禮對於基督徒來說 我們這樣去經歷 當然是一個象徵的耶穌基督教道 我們要這樣去做 我們在洗禮裡面 和基督同死和埋葬同復活 然後我們看第六節 這個第六節 接著第五節的一同活過來 這個一同活過來的救贖 帶來兩個即時的果效 兩個即時的結果 就是兩個的一同 是一同活過來的 一同叫做天上 一同著一同復活 這個一同馬論列 但大家在說一同活過來的 一同吃 hand 这个身份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身份 耶稣復活升天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教会被提 被提到与主享受一同復活的生命 这个復活不是说灵性生命復活 以前我们说的是灵性上的死亡 不是单单说灵性的復活 而是说信主的人都要经历肉身上的復活 因为耶稣基督是肉身上的復活 成为了最大的证明 使人知道将来经历復活都是要这样 肉身的復活是那个有荣耀完美的身体 当然我们的身体有些特征 让人认得是我们 耶稣復活之后 他的钉痕仍然在那里 让人认得他是那个復活的基督 一同復活 第二个一同是一同坐在天上 将来会发生的事 袁敏很强调 这件事是将来必然会发生 没有改变的空间 现在虽然未看到 但将来一定会这样发生 坐在哪里 我们将来都会坐在基督的言直里面 到时候我们去庆祝 神救赎历史的得性 神救赎的完成 神公义的审判完成 神完全地战胜魔鬼的权势 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人犯最多之后 神所预言所应许的 去到启示录二十章最后的战争都过了的时候 我们一同坐在天上 遥章 遥章是指的目的 遥章是他极丰富的恩典 这个极大极重的恩典 是在他在耶稣基督里面 向我们所思的恩赐 保罗在以书所书的开头 由头都很强调 基督徒是受到极大的祝福 因为他在天上 遥章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 因为他一直受到极大的祝福 基督徒受到什么祝福 他们被简选 他们得到疑虑的名分 他们有神的智慧和聪明 他们有圣灵的印记 他们从前是可怒之子 现在因为神的慈爱 在基督里面重生 与基督的生命联合 这个就是他极重极大的恩典 而是说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向我们所思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说着 这个mercy是说着 使得人在神眼中蒙恩 使得人在神眼中蒙恩 人因为信耶稣基督 神就从前看到我们的罪 但当新的人披上基督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披上了基督 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成为神喜悦的人 我们成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讨神喜悦的人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恩赐 然后第七字经文和我们说 以显明及后来的世代体 这个后来的世代 是保罗说在未来 在永恒里面去显给所人类体 指着永恒来说 我们看到历史上面 基督的信仰由第一世纪 第一代的门徒 第一代的教会 二千年以来 一代全一代 传承下去 每一代的基督徒 向着下一代 他们的下一代 或者下一代属灵的义女 跟他们讲 神的恩典和救赎 我们今天都要这样去做 到了以后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 每一代人都要数算 神极丰富的恩典 每一代去讲回 我们在地上 如何经历神的恩典 每一代中信的圣徒 都举着救恩的一杯 和耶稣基督再喝 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 和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 我们保罗说 你们从前是罪人 你们已经和基督一同活过来 然后我们第八节 第九节 我们后话 我们都已经获得这个救恩 这两节经文 弟兄姊妹 如果你回教会日子 有相对的时间 都会很熟 是不是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恩典是本身 接收的人 不配有的 但是 一个私下出来的恩典 一个怜悯 一个恩事 使我们能够拥有 不配得的本身 那个就是恩典的意思 恩典 另一方面 都是基督的信心 才性就救人 整个福音的核心 就是神的恩典 和人的信心 其实 我们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被西人捍为 如绝的福音 为什么 因为基督信仰 其中一个最难 令人接受的地方 就是信心 因为人偏向 忠义相信 他觉得有说服力 就是说 人要有付出 才有收成 是不是 就算 就算我付出多点 收获少点 都起码我付出了 都收到的 要付出才有收成 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觉得 不用代价的东西 是骗局 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例如 李雷雪带英姊妹 如果你 待会回到家 收到个电话 可能是外州打你 他说 有个宣传 有件事免费送给你 你获得一张机票 去到佛罗里亚州 过了三日两夜 阳光与海滩之旅 你会说这个是什么 你信不信呢 你说 偏侷 是骗局 哪有这么大一张机票 这世界上所有的信仰 都跟我们说 要先付出 要修行 要做一些东西 先获得神的看顾和庇佑 我们要去 小时候我父亲就很喜欢帮我 叫涉太税 有没有听过 观音借负 涉太税 但又不见得好些 又不见得那时多些钱 但我们说的就是说 首先你要入庙拜神 你才有神的报仇 这个世界的宗教跟你这么说 哪有上 哪有神 先讲恩典的 你不配得的 我爱你 我给你 那份爱 是你罪人的时候 你犯罪 得罪我的时候 我都愿意爱你 为你牺牲 哪有信仰是这么说 唯有基督信仰是这么说 第八字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人因的信 你并不是出于自己 但是神所赐的 救恩是 单单是恩典 是神的爱 神的礼物 人藉着信心 去获得救恩 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很熟悉 恩典和信心 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信心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付出 信心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事 我们要考虑一件事 弟兄姐妹 圣经跟我们讲 人是完全的堕落 人是完全的败坏 人是没有办法自救 是不是 但既然人完全这么败坏 都没有能力自救的时候 我们下个问题就要问 人有没有能力自己产生信心 去得救 这么败坏的人 有没有方法有信心 答案是 行不行 不行 人的完全败坏 导致人不自己都不能有信心 因为这条经文说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这字 会说这是什么 恩典 但是其实这个这也指着信心来说 信心并不是出于自己 是神所赐的 意思就是说 不单单是得救 是恩典 弟兄姐妹 连信心本身都是恩典 不单单得救 是恩典 连信心都是恩典 人恩典被神简损 保罗强调 人是被简损 然后人在地上经历到 神使得他们重生 重前在罪里面 但重生过来 藉着神所赐的信心 人有能力去相信 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 得到神的救恩 所以第九节强调的是 不单单得救 不是出于行为 是说当信心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赐 神的礼物的时候 是连信心都不是出于 人的能力或者行为 如果我们打开圣经 去到彼得后书一章一节 彼得形容一件事 他说我们都是同得 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我们同得信心 然后保罗在肥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 他说因为你们蒙恩 得以信服基督 先蒙恩 后能够信服基督 在士团行转三章十六节里面这么说 他说我们恩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建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 圣经清清楚楚 告诉我们 也都因为这样 所以没有人能够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说我自己有能力 用我的信心去相信神 没有的 我们不会这么说的 是不是 弟兄姊妹 当时候我们 如果我们反先过来 没错 我们决志的时候 我们说是我自己的决定 但我们看回那个决定 那个信心 那个勇气 那个愿意放弃自己成为 自己是生命主权的决定 都是神帮助我们去做的 基督徒 说自己是被神简算 我们永远都是望回头 原来当日神 因为神简算我 所以当日我能够 听到福音的时候 我能够回转相信神 我们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神赐下信心 这个恩典 人只会选择 不相信神 如果没有神赐下信心 这个礼物 人只会选择 不相信他 第一节目我们看过 我们曾经是罪人 我们看过我们都已经被神重生 我们都看过我们已经获得九恩 最后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工作的意思 叫creation 神圣的创造 说我们每一个信徒 都是神尊贵神圣的创造 过往信他们在罪里面 但是今天被神重生 跟復活了的基督联合了 他们有新的眼界去认识自己 从前他只不过是 在一个罪的框框里面认识自己 今天有新的角度 在基督里面 基督徒会看到 哇 原来 神是如此 那么特别 用祂的恩手 用祂的神圣 天上的智慧 去做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经文和我们说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行善的意思就是 好行为的意思 当然我们就问什么是好行为 保罗在《以法所书》4-6章里面 有教导我们 我们之后会看 但是这个好行为 对应着第九节那个 出于行为 那个次序是这样的 就是跟我们说 他说 好的行为 保罗意思是 好的行为 不能够使人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 会有好的行为 你明白那个次序吗 当我们有时跟人分享 人家就会问 基督徒和信耶稣 又要守这么多 这么多东西 有些人心里面担忧 今天晚上我离开世界 我不是不得救 因为我今天做得不是这么好 大家知道我们搞清楚这次序 好的行为 不能够使人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 会有好的行为 好的行为 不能够使人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是神的 那个New Creation 神的创造 他们在基督里面 重生过来 还有他们知道 被造的目的 就是要去 好的行为 去荣耀神 当基督徒 他们的生命 连于基督的时候 约翰福音15章 跟我们说 主耶稣是葡萄树 然后我们是什么 资子 耶稣基督他自己 当我们连在葡萄树 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时候 资子就能够 结出好的果子 资子不是先结好果子 再连于葡萄树 是先去连于葡萄树 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 然后加在太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 跟我们说 当圣灵在基督后生命内住的时候 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一个果子 九个特质 弟姐妹 我们 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么多 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么丰富 我觉得 又要重复回福音 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 以乎所信徒都是得救的 他们都是几个徒来的 保罗在这里 其实不是教他们什么是福音 他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他们相信了福音 而是再一次提醒他们 他们曾经怎么样去经历福音 经历救恩 因为他们第二章第一节 从他们说 你们曾经都是死的 你们曾经是这样 提了一次 他们曾经这样去经历福音 现在他们有了 所以保罗 现在他们有了这个救恩 有了这个极大的恩惠 极大的重生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教导他们 你们都已经经历过了 你们现在就要去准备好了 不要再回去 你们听过了 你们相信了 你们现在需要 不是再听一次福音 你们是要准备好自己 在那么多挑战的社会里面 去见证上帝 去做那个行善 然后荣耀神 那个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他们 去行的事 鼎姊妹正如 今天信息的分题 我们说 我们曾经是罪人 我们都是被神重生 我们都是已经获得救恩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的时候 我想说 这四个部曲 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经历 我们去思想回 我们当初怎么信主 怎么去成长 在我们生命里面 怎么跌倒 被神扶起身 我们怎么被神看顾 怎么被神去怜悯 怎么被神去医治 我们生命怎么成长 怎么突破 怎么改变 这些都是发生了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你未必是需要 从头去认识福音教育徒 当然 如果弟兄姊妹 你今天未真诚去悔改 仍然未让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 就算你对信仰有多认识 可能你回教会已经很多年 甚至乎你已经受洗 但是你的生命 仍然未让基督去掌管 仍然未愿意信福神 我相信这个福音 你仍然是要听 这个福音仍然是对你宣讲 要快快悔改 被上帝真正改变你的生命 事实上有的 教会里面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未真正重生得救 但等于如果你很清楚 你已经是重生得救 以上所说的 你都经历过的时候 这件经文是他提醒你 你都经历过这些事 所以今天 就要去准备好 你已经是神 用神圣天上的智慧 去创造新的生命 你要知道神这样去让你经历这些事 就是为了要你去行各样的善事 为了是要你在家庭 你的工作 你的社区 你的教会里面 我们的教会里面 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所有的建证 上面的作的那个服事 不同的分享里面 都去为神作见证 全方位 每一刻我们都是要去行 神叫我们预备 我们去行的善事 我们的生命 曾经好像一粒刚刚开采出来的鑽石 或者补石药 鑽石 你有没有见过刚刚开采出来的鑽石是怎样的 是不是立刻很立立的 不是的 未经雕吊的鑽石是暗淡无光 那个叫玄石 那个玄石不能够反照很多的光 但是当那粒鑽石被切割之后 它就成为了那粒很漂亮 很精细 很有价值 反照出光的鑽石 反正我们有世界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切割师 是哪一个 是我们的神 他最明白 最了解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的时候 他在我们身上 过去已经不断的工作 过去已经不断的雕镯 为了预备我们 去行各样的善事 结果 我们一言一行 能够反照出神的光辉 神的荣誉出来 当然 弟兄姊妹 当我们每次被提醒 我们过去都这么经历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否仍然 愿意被神继续去雕镯呢 我们又是否清楚说 原来我们经历了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有些事要去做 神叫我们去做 我们是否真的这么想 我同心地祈祷 这种顺帝我们 去献上我们的感恩 因为当我们每一次 来到你的店里面 去歌唱赞美你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在台上分享见证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数算 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作为 是多么伟大 从我们被拣损 从我们能够有重生 从我们有信心去看到你的救恩的时候 有信心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主这些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当我们今天 我们去看回过去 神你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 我们更加知道 原来我们就是你手上的工作 我们是你用熟天的智慧去造成的 每一个人都很美丽 每一个人都很独特 有我们的经历 有我们的专长 有我们的恩赐 有我们的财干 但是主要你帮助我们 用正确的角度去看这些事 因为你的心意就是叫我们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为了去荣耀主 为了好像那个钻石那样反照出神的光 神你的荣耀 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生命如此被你丢夺 以至到我们不知道的 可能好像那个弟兄那样 一个海啸来到的时候 一个灾难来到的时候 在什么事的时候 就像现在就算在 在疫情好像很严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那份信心去见证住你 我们就可以跟人说 在这么大的危机 在这么多困难挑战里面 信仰帮助了我们 耶稣基督帮助了我们 我们在我们里面 有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 主帮助我们看见 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感谢主 奉耶稣名字祈求 阿妹 感谢神的话语 让我们再次记起 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作为回应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请起了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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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是奉献的时候 祝你 多年姐妹收奉献 吉拉太师三章十节 万君之耶稳 万君之耶和怀说 祝你 祝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使福音更多的港全 求着越纳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继续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仅次代表教会 欢迎众弟兄姊妹 回到神的殿 来去敬拜神 也都欢迎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 但愿你们都可以和我们一起 回到圣殿之中 来去敬拜赞美神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恩典 请问在座有没有新朋友 我们每天都是新朋友 我们是用欢迎新朋友的心态 来去欢迎我们弟兄姊妹 那我们就互相给主缘了 谢谢大家 每天我们都要用一个新 很开心的态度来迎接我们的弟兄姊妹 可以见面不是那么容易的 继续我们就是有 请大家留意我们星期四晚 我们有加拉泰书的查经 星期五晚 我们继续有牧师主持的马太福音的查经 如果你想什么叫做 用意经解经 听到你以后都出门的 那你们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福分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参加查经之后 都很期待星期五的查经 包括我再来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不信的 不信就来参加 参加了你就知道是真的了 最重要你要知道是真的 另外我们都呼吁大家 能够参加我们的 早上主日学的 报道1 2 3 你们有没有反过1 2 3游戏吗 1 2 3停 1 2 3 哭 你就哭 所以报道是要知道 怎样去行 怎样去停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我们感谢我们周全图来 我们支持的报道1 2 3 请大兄姊妹能够参加 继续我们是要为身体软弱的大兄姊妹祈祷 以及为无论是身体软弱 心灵软弱 我们都为她祈祷 我们如果有个人有特别需要的 请与Aster姐妹联络 另外我们教会除了实体聚会 我们早上都有聚会 是国语堂和英文堂 而有弟兄姊妹朋友需要的 请可以为我们联络 以及参加 看网上的网址就是 ccccf.tv 上面有所有的记录 如果你还不想参加 你可以参加Line里面每个早晨 六点到七点的祈祷 我们是不断有不同的 update information 请大家注意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继续围到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主日崇拜的 港员是王岐峰牧师 师会是Thomas 弟兄 我们都为此来祷告 无论我们天天在祷告上 都但愿包括教会的一切事工 来祷告 因为神却体见 如果弟兄姊妹同心 是神所起热的 事工上一切祷告 是土神欢喜的事之一 我们请大家将这件事记在心里面 我们都期望大家 将那个秩序表 带回家家 以至忘记了有什么 祷告事项 拿回来看 拿着这个祷告事项来去 去祷告 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我们继续是我们要唱三一重 以及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祝福祝福祝福祝êmes hingの agrad線 sour 祝你幸福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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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亲爱的天父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多谢你 未信主之前 我们的确是死在罪恶那份之中 主要我们受到三个力量 的控制 核制 一个是今世的风俗 一个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的工作 还有一个我们自己肉体 心中的喜好 我们是可怒之子 但是主啊 今天的圣经 跟我们讲 如此的奇妙 不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才与主同活过来 但是当我们仍然是死在个分钟的时候 你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与基督一切坐在天上 主要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单独都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理解 但是主啊 我们现在读的圣经 这些全部都是过去识的 甚至是 Past Perfect Tense 主啊 你那时候 就好像第一章堂我们讲的 你在创立世界之前 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 拣选了我们 就将各用的恩赐 已经赐给我们 主啊 那时世界还未被造 我们还未出世 我们的行为还未显出来 甚至我们还未缺知 但是主你已经知道了 主啊 太奇妙了 还有你的恩典 跟我们讲 是极丰富的恩典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向我们所知的恩赐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It's in the ages to come In the generations, generations, generations to come 主啊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我们将永药归分给你 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基督徒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 我们有明天的盼望 我们在天上最永恒的里面 一直我们要回去看 所以有首诗歌 有一天当我进入神国道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唱一首歌 耶稣爱我 我真欢喜 因为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欢喜 因为耶稣爱我 主啊 多谢你如此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在永恒的 西西对对里面 来到回顾 去欣赏 你的恩典会不断地彰显出来 主啊 那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少少 你给我们的恩有多大 主啊 多谢你 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真理 伟大的真理 充满了奥秘的真理 主啊 求你使我们用心 去思想你的话语 领受你的话语 以至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经历到 属天的 永恒的 荣耀的 属灵的 是在神的补助前的 多谢主 愿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给圣父 圣子 圣灵 在地上神的恩慈 祂的平安 属天的喜乐 在基督耶稣里面 赐给我们众人 同为我们的家人 无论在近处或在远方 主啊 甚至有些 现在还未信主的 但是他们已经 罪基督耶稣里 你已经减损了我们 我们相信你减损我们 也都减损了他们 正如你减损了亚伯拉罕 你减损了他的子孙 正如你减损了诺亚 也都减损了他的一家 神啊 等于我们的家人 没有一个失落 每一个人恩着我主耶稣基督 他们的名字 写在天上的新名册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进入 你救恩的方罩 主啊 求你 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使我们带着你的平安 带着你所应许的确据 来到走前面 一个礼拜的路程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和彼此相见的日子 永耀归分给你 同心合意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兄姊妹请坐 蜜土结束今天的聚会 是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